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這款遊戲呢 他的這個3D 欸 對啊這個這個這個算是3D啦 然後做的還不錯 那角色也算可愛 不過呢 我覺得他的動作真的是很慢喔 那我現在已經有這個兩倍數了齁 我們來看一下 我目前還沒有找到這個 到底怎麼樣去關掉這個開大招的這個動畫 這動畫真的是 真的是看的還蠻惱人的 就一開始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還OK 但是 每一次戰績 每一次這個開大都這樣子搞 實在是有一點 有一點拖喔 好 我們的周瑜就是這個女王嘛 不斷的開大 然後他就是有很多的火箭 欸 有啦 兩倍數之後呢 動畫的速度也有快一點 可是每一次都要看這個動畫 我覺得他應該是可以設定在這個 這個什麼 就是左上方頭像那個地方 應該要可以關掉動畫 所以呢 前期我覺得就是無腦練周瑜吧 你可以把這個 豬雀的這個肥料都去培養周瑜喔 好 這個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喔 那 當你過了2-4之後呢 這個挑戰也開了 然後 這個郡城這邊也開了 那極英格就是抽卡的這個地方 然後 這個他預約破百萬嘛 就會有這個免費的實抽喔 好 這邊是 心願清單 喔 心願清單喔 那 一開始就可以設定了嗎 好 我們要設定誰勒 青龍集團的話呢 應該就是 關羽必設 劉備也是必設 那這個 諸葛亮是光法 不大需要 那魏妍呢 魏妍是目盾 那 趙雲是女騎 所以趙雲要 阿 阿你又是誰 阿糟糕了 糟糕了 然後 光法不大需要嘛 那其他的話呢 那不能目盾好了 他的那個光光還沒出來 這一個是張飛 張飛我記得不大需要喔 好啦好啦 先來諸葛亮好了 玄武的話是綠翼喔 玄武的話呢 這個曹操不要 齁 許祖的話是目盾 可能還可以 然後 嗯 夏侯敦是 埃龍 一定要 然後 真姬 真姬好像是蝴蝶喔 欸不對 郭家是蝴蝶 真姬是補師嗎 嗯 這個 講過一次有點忘記喔 但是沒關係齁 我們先隨便選一下 大小橋 白虎陣營 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齁 因為畢竟 這個影片還是要有一點這個教學 好 我們來看一下齁 呃 這一個是馬超是不是 馬超是什麼 呃 馬超衝到敵方一陣 多段攻擊 馬超是誰呀 馬超又不像女騎士 攻擊敵人7次 技能釋放無敵 馬超應該是屬於色恩見證的角色吧 然後衛炎是目盾嘛 因為他要跳去保護人 然後張飛 喔 張飛是李格比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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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霸王高順 這是施克雷格 不要 高順不要 這個不要 然後 這個是 喔 光頭張腳要 薩菲亞 滑陀藥 這個是 唯一補師 那董卓的話 嗯 董卓的話不要 趴趴熊不要 然後 夢霍 夢霍夢霍 這個是 施克雷格可以 呂布 鎖血的藥 好 袁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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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老鼠不要 呂其玲是 安丹德 還可以 綠玉的話 這個 夏侯燕一定要 然後 這個 夏侯燕 是 加速 對不對 開場加速 夏侯燕 夏侯燕 這兩個都要的 然後點尾 點尾不要 點尾是大樹千萬不要 郭家要 然後針雞也要 補絲嘛 然後這個是烏龜 章僑的話 競技場不要 然後這個朱雀 這一個是末日禁位 要 孫全要 然後孫策不要 巴登不要 孫策不要 周瑜一定要 然後這一個是 呂蒙 呂蒙的話是 古王 古王反傷 這個可以要 可以當個坦克 那這個大橋 大橋是古弓 也是要的 然後小橋不要 那周泰的話是 甘舍也不要 孫上香 孫上香的話是奈拉 也不大需要 好這樣子我大概知道了 招待名單 然後這個是 看一下剛剛選的角色 夏侯淵 夏侯敦這兩個要 波家跟針姬 波家跟針姬嘛 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是烏龜 好 孫全要 周瑜要 然後大橋要 再來是誰啊 大橋 大橋是這個古弓嘛 孫策不要 再來是周泰 周泰是不是會復活 這是奈拉 奈拉 奈拉 加減 白虎的話 張角 要 然後 孟霍要 斯克雷格 袁紹不要 袁紹不要 安丹德拉 呂麒麟 加減用 這是呂布吧 呂布一定要 高順不要 第一個是不是高順 這是呂布吧 是不是 看不大出來 總之董卓不要 大概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就先來抽一下吧 我們來看看這個抽卡的動畫 好 這樣子齁 這樣是代表說有中一個子吧 虎暴旗喔 讓我想到一個很老的這個漫畫 龍狼傳 不知道出完了沒有 OK 這肥料 張寶 不戀絲 三國無雙裡面有出現 好來囉 噢 許祖 呃 這個是烏龜啦 好吧 那就再繼續抽囉 元寶 哇 沒有了 OK 沒有啦 公孫戰 好 我有沒有30塊 在我的皮包裡面 好啦 那這樣子我抽籤抽完了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重置英雄 然後太白進星樓 欸 這個地方齁 是這個角色升星 那升星的這個方式呢 我覺得應該是跟 跟劍影真差不多吧 這樣子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任務 領一下 友情包子加好友 然後 我們把武將升級 當時武將升級還有一些問題 看一下 喔 修正了 喔 終於修正了齁 看來遊戲有一些bug 因為 之前我升級的時候啊 他會出現那個系統錯誤喔 好 一開始的話應該就是 無腦升這個周瑜喔 我們讓周瑜變成最強 因為他是可以打群體 然後自己又可以吸血 所以呢 周瑜一個人只要活到最後呢 他自己開大就可以把敵搞地喔 那另外呢 把周瑜提升上去之後呢 劉備跟著周瑜 因為劉備會跟著攻擊力最高的角色 然後呢 劉備不斷的給周瑜能量 然後周瑜就會拼命的開大 這樣子 這算是新手還蠻適合的 的一個這個陣容喔 好 許主是盾齁 喔 故事齁這樣子 OK 每一隻新角色都會讓你獲得100元寶 OK 這是許主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嗯 好 我剛剛的角色升一下喔 另外呢他這邊有一個這個什麼網羅挑戰 好 這是一個小遊戲 這樣子 欸 實機上可 喔抓到了 不過這是肥料的角色啦 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小遊戲啊 什麼網羅挑戰 2-16 然後網羅的角色也就是一些藍肥料 好 快速御敵 這個就是 呃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這個快速戰鬥嘛 齁 還有什麼 快速御敵 日任務 周任務 主線任務 但是他這個點的就是有點 有點卡卡的齁 我的網路應該是還好 但是就是這個界面整個操作起來 我覺得 沒有那麼順 然後左邊他有些活動嘛 那另外他有一個事前預約禮 是送劉備 然後闖關抽獎齁 輸入你的這個電話 那全部抽完之後呢 會抽這些東西 但是 我想應該 這個這個從來都沒有抽過 好 然後過二之四之後呢 會開啟挑戰 挑戰會有這麼多東西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八正迷宮吧 好 稍等一下 等他讀一下 什麼是八正迷宮呢 欸沒有錯 就是異界迷宮 這個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異界迷宮的這個呈現的方式 哎唷 影視齁 都是這個八鬥妖齁 這個算是他們的這個 呃吉祥物 然後這個是異戰 讓你去適用英雄的 好我們來打一下 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這個這個新手官 敵人都落落的 好 呃 我們就上一樣 周瑜 我看不要開自動好了 不然這個動畫看的實在是很煩 好 打這個迷宮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留周瑜的這個這個這個能量就好 欸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呃 呃 這個字有點小欸 太極掉墜 我方的這個也是一樣齁 靈光碎金 單獨一個無法獲得效果 所以這個是可以多個 兩個以上三個以上四個以上 都一樣齁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齁 這個是 欸 他這個自降增加傷害11% 那劍遠增是10%跟20% 欸這加的還比較少欸 欸不對這加的比較多喔 因為他是11%嘛 好 我們這樣走過來 喔 基本上你只要你只要開周瑜大招就夠了 連劉備都不用開喔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這一個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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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什麼巴陣迷宮嘛 所以難度沒有那麼高喔 嗯 赤福爾醉 青龍魂玉 喔 這個樣子 好 我們在 我們再往後打 喔 巴陣 他寫的是什麼商門喔 好 這個連大招都不用開喔 那不開大招的話 這樣子其實時間會快一點喔 這個是比較高級的秘寶囉 我方武將死亡 我方武將死亡 宋勇 受到 喔 宋勇喔 宋勇是肥料的角色 力量型武將防禦力增加21% 還有桃術欸 桃術是不是補血啊 唉唷我需要一點續航力齁 可能要選一些可以恢復生命力的 這時候如果有增機就很好了 開場有一個補師還蠻方便的 欸我現在獲得兩個靈光碎金喔 這叫做名品齁 對我有兩個靈光聖金了 所以說這樣就會啟動 那種受到傷害降低15% 桃術 好我們來恢復生命值喔 休息一下 好 當然 這個休息能不休息就不休息啊 多打一點怪 這樣還可以多獲得一些buff喔 好我們就周瑜開大就夠了 因為周瑜是打全場的 好OK 大橋的技能傾倒眾生 任意技能產生的梅花花瓣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那個嘛 驟驟靈嘛對不對 好 袁紹總是發射三隻奴劍 這是這個沃爾克 那個老鼠 戰鬥結束恢復生命值 恢復生命值最實在 好啦 所以這就是八陣迷宮 這邊有什麼 傷門啊 生門啊 傷門啊 還有一個隱士喔 這個這個這個 這是做什麼 喔 如果說有人死掉的話 他會復活 如果說沒有人死掉的話 他會把體力最低的武將獲得恢復 然後這邊是boss 好啦 那簡單玩就玩到這個地方了 因為這樣看起來是大重小異 不過戰鬥起來我是覺得 因為那個動畫有點KK的 然後在這個介面操作上面 其實我也覺得 點起來也是有點KK的喔 這個地方我是覺得 官方還可以再稍微優化一下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